在刚结束不久的亚加达亚运会中,中国男男士成功密转,击败伊朗队拿到金牌。 但是有些新的网友就发现,这一届的亚运会上,韩国男男是没有看到他们被誉为第一人的合胜症,可惜的是曾经叫小打抱姚明的他如今已废了,一直以来,韩国男男都是作为中国男男的老对手,在实力上也是不弱。 但本届亚运会他们是在半职赛中,就已经被伊朗队以14分完胜,所以也是并没有能够和咱们较量上,不过老球迷肯定会发现,他们这一届上,都是没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,两米21的合胜症。 作为韩国职业球员的他,如今是效力于KBL全球KCC队的他,还在2006年夏季,被送往尼尔国纪熊陆队,不过搞笑的是,还没等到新赛季开始前和胜珍被被踩掉了,因为是曾经进入过NBA,所以和胜珍在韩国男篮中的名气十分大,甚至还被韩国球迷称为韩国男篮第一人,亚洲第一中锋, 并且把他跟咱们中国队的姚明比较,而和胜珍也是十分飘,在众人热捧之下,他公开放出豪言,我的目标就是打爆中国队的那些姚明,果然十分有自信,但无奈实力,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。 在一次两人正面对决的时候,和胜站上场15分钟,6投0中外加4发归25,而姚明则是18投12中,砍下29分,7篮板2盖帽。 可谓是一个天一个的,想起他那一句,玩到姚明确实,是笑死了,不单被姚明打爆。 在面对中国队另外一位内线王致志的时候,他不仅是被玩怨,更是被打哭。 在回忆说到和胜镇的时候,大致说道,一个两米多的中风在我面前哭了,后来了解才知道,他说了要去服兵役,这次甚至来亚运会也是没有资格出赛。 所以不仅对这位韩国男拉第一人感到可怜,然而虽然职业生涯一辈,但在感情生活中,和胜镇顺利人羡慕,得娶到一位漂亮的妻子成功密集。 不管是脸蛋还是身材,和胜镇的这位娇妻确实是十分火辣,相比之下,和胜镇的这个颜值确实顺利人担忧,而且在身高上,2米21的和胜镇和1米7的妻子, 是相差了整整50亿厘米,两人在2012年7月结婚到今年已经是整整6年的时间,再是遗憾的是,直到如今还是未能怀孕,没有自己的孩子,所以不少网友纷纷说道,可惜了这位漂亮的妹子了,看和胜镇场上这么软就知道,看来不管是在职业生涯还是感情生活中,这位韩国男兰第一人是已经完完全全被废了。